欢迎回来双北新闻杂志现场 新北市三支区的海上平台 在民国100年被判定为危险建筑 最后再到裁处了 但是所留下来的基础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的 与周边的蔚蓝大海 真的很不搭 虽然地方希望在一个海上平台可以复原 却卡在无论是修复或是重建 都是困难重重 经过立法委员的居中协调之后 中央地方多次协商 传出了原址修复的好消息 预计年底会发暴动工 在明年了的8月就会重现风华 三支区后厕里拥有美丽的海岸线 潜水湾更是民众喜爱海边游玩的顺地 在后厕市民活动中心后方的海上平台 因为被海所环绕 好像就是走在海上的景致 过去是游客拍照的热门景点 不过在多年前 因为被判定为危险建筑后被拆除 在里长的极力争取修复下 近来终于传出准备发包动工的好消息 那我们期盼说在如果顺利的话 在今年能够招标完成 那我们期望说那明年的七八月的时间 就整个能够把它原址来修复 那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个整个新北市的 青春上海店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过去因为总工程经费要2500万 那苦余经费的不足 所以一直无法来开工 但是现在我们也跟中央的观光局 北关处这边来谈妥 会由中央支持1700万的工程经费 那地方议员以及新北市政府配合各400万 所以总共2500万 顺利已经有这样工程经费着落 那我们会预计今年年底 由三千区公所这边来发包来开工 预计明年八月 这个暑假最热门的时候就可以来完工 过去这个海上平台要修复 还是要重建之路是相当的崎岖 现在只剩下机座的样貌 与美丽的蔚蓝大海也并不搭配 地方希望过去美丽的景色再现 多次中央地方开会 结果都难以成型 好在最后立委洪木凯 在中央与地方多次协商之下 终于促成北关处编列预算1700万元 而地方议员与公所 挹注经费800万元 让海上平台得以风华再现 看到这边是我们居民 还有游客打卡的好地方 所以我势必要把它完成 在这种过程当中 不断的争取不断的努力 总算总算 我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一半了 那经货问题 目前处长也跟我们承诺 那是准了 那市府这边我们也会来追踪 我们也会来争取出额的预算 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未来可以代表 我们三支区地标的 我们这后措的海上平台 那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 不管是我们洪梦凯立法委员 还有正在立项议员 还有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还有我们新美市政府 一起把这个经费把它筹策完毕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赶快来这个设计发包 那未来可以成为我们三支 一个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修复经费筹备完毕之后 预计年底可以发包动工 而修复的工程也预计 将于明年八月来完成 市议员也期盼 在海上平台完工之后 能够为三支再造一个新的拍照亮点 藉由观光来带动人潮 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海上平台 风华再现 即将平衡三支采访报导 都到什么房子的 发展